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我是张玲 今天是2019年9月5号 现在是下午5点钟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药文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 不论是在营的还是已退出经营的 P2P网贷机构 都将全面接入征信系统 网贷领域失信人 或将面临提高贷款利率 限制提供贷款等惩戒措施 天气方面 今年第13号台风零零 今天上午已加强为超强台风级 即将进入东海南部海域 预计它将继续北上 给我国东部海区及沿海 带来大风天气 江南东部及东北地区 先后有明显降雨 中央气象台上午继续发布 台风黄色预警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 今年第13号台风零零 于今天上午加强为超强台风级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6级 预计它进入东海后继续北上 强度还将有所增强 7号早晨将进入黄海南部 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并向朝鲜半岛西部 到我国辽宁省东南部一带沿海靠近 受其影响 今天到7号台湾以东扬面 东海大部黄海大部将有8到11级大风 阵风12到14级 零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 可达12到16级 阵风17级或17级以上 东海北部偏北海域 台湾到沿海 福建东北部沿海 浙江沿海 杭州湾 长江口区 上海沿海 也将有6到7级大风 阵风8到9级 今明两天 江苏东南部和台湾的部分地区 有大道暴雨 气象部门提醒 台风灵灵强度强 东海 黄海 华东沿海及渤海 需防范大风对航行船只 和海上作业平台的不利影响 周末期间 东北地区风力较大 雨势强劲 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松花江下游 辽河中下游 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需加强雨情 汛情监测 以及灾害隐患点排查 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 去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的消息 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 东海南部将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近海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4米的大浪到巨浪 风暴潮方面 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 杭州湾到福建闽江口沿海 将出现3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 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国家海洋预报台提醒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 注意安全 沿海各有关单位 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 并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 受台风零零的影响 今天 台州全市21条航线有13条停航 台州海市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及气象海况信息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提醒督促沿海及内核客渡运船舶 及时停航 在台州市焦江区的客运码头 焦江至大陈岛航线全线停航 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加固缆绳 防止船舶因风大走毛 今天预报海上沿海风力是8到10 今天停航 估计明天还会继续停 等到气象风力等级允许 我们再恢复航班 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就床上加强值班 做好到防台毛地防台的这个准备 据了解台州市客渡运航线 长期正常营运的共有21条 受台风零零影响的有13条停航 目前仅领海内核 及玉环部分渡运航线正常营运 其余全部停航 在台州市焦江区渔业码头 近30艘渔船已经进港避风 一些渔船上的工人正忙着卸渔货 并做好固定船只的准备 为了让渔民们能尽快做好防台准备 当地海事公安等部门积极宣传 帮助渔民做好渔船加固工作 同时也加强了对港口航道和 毛地船舶的巡航检查 今天清晨4点左右 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小河镇 马鞍村烂泥庆村民小组 发生一起滑坡灾害 据巧家县委宣传部消息 经初步核查 滑坡灾害导致两户村民房屋被掩埋 九人失联 目前昭通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巧家县 消防救援大队已经出动多名救援人员 以及搜救犬赶赴事故现场 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 随着中秋佳节将至各地的月饼市场 也在逐渐升温 除了保证口味 捍卫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 更是重中之重 在浙江杭州一家食品制造公司的车间里 执法人员正在对车间与工作人员的消毒清洁情况 进行全面检测 以后这个桶你换成脚踩的带盖子的 不能这样直接敞开 下一次你们这种纸包装箱在外面拆掉了 所以内包装再进这个生产车间 防止这个纸包装箱上万一有什么小的砂石带进来 市场监管人员来到浙江盛州 对当地超市出售月饼的包装 生产日期重量 检验合格标志等认真检查 秋风起 蟹脚肥 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 又到了该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不过今年的中秋比往年早了半个月左右 阳城湖大闸蟹要在节后才开补 确定赶不上今年的中秋档期了 4号上午 京山一家农贸市场里 水产摊位上各类水产种类丰富 但是螃蟹却寥寥无几 大闸蟹更是难觅踪影 市场原来我大闸蟹几乎都没有 大部分都是 现在没上市都是毛牌的 没有的 螃蟹为主 稻田蟹 稻田里养的 什么 谈你的 记者走访多个摊位 其中一家摊位的一角 零星摆放着一些六月黄 六月黄个头不大 在二两左右 吃不着大闸蟹 市民也只能买点六月黄或者苏子蟹 聊胜于无 看不到呀 就买点六月黄之类的 就吃一下就可以了 就现在海鲜也多了嘛 反正不一定是大闸蟹了 大闸蟹好的没有嘛 就吃一点苏子蟹之类的 摊主介绍 今年的阳城湖大闸蟹 定在9月23号开补 确定赶不上中秋节了 不过中秋市场的大闸蟹 也并不会缺货 预计中秋节前后 江苏山东一带的大闸蟹 即将开湖 纷纷抢占市场 丰富市民餐桌 再来关注贸易争端 作为对美国向其 铝制品加征关税的 报复性措施 欧盟在去年夏天 对自美国进口的威士忌酒 加征了25%的报复性关税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即便一些美国酒商用降价等方式 试图减少关税的负面影响 但还是很难守住欧洲市场份额 包括杰克丹尼和站边等标志性品牌在内的美国威士忌酒商 正处在贸易争端的最前线 60%的美国威士忌出口销往欧盟 而自2018年6月 欧盟对从美国进口的威士忌酒 征收25%的关税以来 美国威士忌酒出口量下滑了约20% 杰克丹尼姆公司 百富门首席执行官劳森怀庭 在公司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现在关税是影响最大的单一因素 据了解 目前欧盟的这项关税 让百富门损失超过1.25亿美元 而美国酿酒商贸易团体表示 贸易争端的升级 可能会影响多达7万8千个工作机会 美国凯托克停息酿酒厂的老板 斯科特·哈里斯表示 欧洲市场的销售额 占该公司总销售额的11% 这部分销量几乎很难找到替代市场 2018年几乎很难找到替代市场 我们结束了0% 过去年我们在赚钱 赚钱赚钱赚钱 在韩国成交和乡村的一些景区 每当日落滑灯初上之时 都会展现出与白天不同的 由灯光带来的独特魅力 其中 京畿道乡村 一处香草原的夜景十分有名 不仅吸引着大批的参观者 还成为了热播剧的取景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每天傍晚时分 香草岛乐园里2000多平方米的花田 就变成一片闪亮璀璨的灯海 数以万计的LED灯把花田装点的五彩斑斓 我现在就在韩国香草岛乐园最中心的区域 被称作维尼斯小镇 很多游客会坐着凤尾船 沿着河流环绕小镇一周 看着两岸的灯光和彩色房屋 在水面上的倒影 感受夜晚的独特气息 乐园通过把夜景打造成亮眼的名片 吸引白天逛完首尔的游客 把这里列为一天当中最后的行程 乐园周末会提供往返首尔的搬车服务 自己也配备了童话主题的住宿设施 爱丽丝 美人鱼 白雪公主等房间的风格各不相同 写真是很好的照片 比普通的地方拍摄 比较满烈的地方 感觉非常好 每到冬季乐园还会举办灯光节 三百米长的灯光隧道 上百棵灯光树 驯鹿和圣诞老人等数百个造型物 让这里成为影视剧和综艺节目 冬季夜晚的取景地 据了解秋风过后夜晚变得漫长 韩国各地都会集中举办音乐 美食卡通等主题的灯光秀 韩国山尊鱼庆典等一些知名的冬季地方庆典 为了扩大影响力 吸引游客在当地住宿 也都增加了夜间锤吊 赏灯等夜间活动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关注财经资讯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 目前北斗系统正式向全球提供 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服务 载轨卫星共39颗 今年还将再发射5到7颗 明年再发射2到4颗 之后北斗全球系统建设将全面完成 德国联邦教研部 3号在其官方网站上说 为进一步加强德国在人工智能 研究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联邦政府计划在2022年之前 为德国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提供1.28亿欧元资金支持 这里